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呢已经是2019年7月19日周五的晚上了,我想呢在国内已经是周末了,经过过去这几天的准备呢,我基本上是每天下班回家晚上都花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做这个关于民粹主义的研究,我查了很多资料。 而且我做了很多小段的视频,最终呢我是把我准备的这些视频经过编辑,花了很多时间来编辑,插入图片,然后把它们就是做成一个逻辑上比较严格的一个顺序。 基本上是完成了,当然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需要做,接下来我就这几天会一点一点的上传到我的YouTube频道,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做的。 当然我知道,因为我刚刚做这个YouTube视频刚刚做了从7月3号开始到现在刚刚16天,所以很多视频的剪辑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整理呢都是处于学习阶段。 因为大家的支持,我已经获得了大概300个subscriber,而且大家观看我视频的时间也是已经将近3000分钟。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比较令我满意的成绩,也让我感觉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你用心去做,只要你非常的enjoy,享受这个过程,而且秉着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你也会得到大家一点一点的承认。 所以呢,在此我也是对大家表示非常感谢,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建议和肯定,这些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最大的动力。 我一直对这个政治和社会方面比较感兴趣,尽管我是一名理工学生,但是我就想通过这个做视频呢, 给大家尽可能展现一个我所看到的,实事求是的,一个作为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所看到的这些媒体,给出的这些报道,以及这些事实,还有他们的观点是不是不偏不移? 当然答案肯定不是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YouTube频道原因,就是我希望国内的人能够听见在国外不同的声音, 但是同时呢,也不要被这些西方媒体的他所特有的一些偏见和对共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可以说是傲慢与偏见,或者说仇视所蒙蔽。 同时我也是想把国外的这些政治比较好的地方,通过分析呢,来告诉大家,尽可能我们能够做到取其精华,气急糟粕。 所以关于准确客观中立,这个也是我对自己YouTube频道的最大的要求,最高的要求。 如果观众朋友们对于我的一些视频有哪些建议,或者觉得我哪些地方说的不够客观,非常感谢您能够在我的评论区留言,我也会尽可能的回复您。 然后我们一起进步,因为毕竟YouTube视频也是一个我学习的过程,我也希望我的这些视频的东西能够给大家一些多一些了解,对于欧美的民主政治多一些了解,更主要的是客观的了解。 我因为出国已经好多年了,所以我对国内的一些时事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可能无法像其他的一些YouTube自媒体所做的那种就是讲很多国内的时事。 当然我会尽可能的去了解国内发生的什么事情,然后做出我比较客观的判断,不论我是赞扬还是批判,我都尽可能禀这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但是我是没法像我们看到的很多海外自媒体,特别是有他们一些特殊的政治色彩的自媒体,不管是比如说法轮功也好,或者民运也好,秉着一种非常批判,或者说非常敌视中国的一种态度来做这个视频。 这个我是无法做到的,而且我也并不认可。 所以呢,我会尽自己的努力来给大家展现客观真实的一面,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思考来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观看我的YouTube视频,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或者对欧美发生的一些事情,新闻啊,政治啊,民主啊,能够多一点点的了解,客观了解。 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真的能够有所收获的话,这也是我感觉非常就是rewarding,非常感觉是一种,怎么说呢,自我的一种实现,感觉很有意义的事情。 另外,我想说一下就是因为我本身的背景一直都是理工科的,所以我无法做到像很多这种自媒体人所做的那种特别就是砍大山的形式, 或者说是纯粹的就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或者说是像有些自媒体就是屁股做的本身就是非常歪,不管发生了什么,他都是要跟历史上或者说其他某些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然后得出一个永远不变的结论,那就是中国失败了,中国非常邪恶,这些非常偏激的结论。 另外,我作为这种几十年理工科的思维,可能我之前视频就是有太多的关于这个摆事实,可能讲道理的部分比较少,所以接下来我也会增加我对这些事实的评价的部分。 但是我还是有一丝疑虑就是,摆事实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做到客观公正,但是讲道理的话,它也像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就是对所有发生这些新闻都做到非常快的来进行评论,而且都做到非常准确的评论,因为你毕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进行研究,来进行思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过去的几天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个民粹主义,通过我看到的那篇报纸上刊登的非常好的文章, 而且看到了网上很多的数据啊,图表啊,很多也是wikipedia上一些非常权威性的数据,来最终才做到了下面你即将看到的这一篇节目,我想把我这个节目分成大概三期吧, 最后一期我还需要一些工作来做就是讲道理的方面,真正来讲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而不是表面上的一些原因, 这根源四大根源都是以英文字母D打头的根源呢,我想尽可能用一些比较通俗的语言,特别是成语, 这些非常让人通俗易懂的成语来解释出来,因为我之前说过做YouTube视频也是一个我自我学习进步的过程, 我发现就是很多时候英文的词我是能直接说出来,但是我要花就是思维的一个转换,花很长的时间来想, 就是如果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样,所以客观的说我的中文有一些退化, 所以我也想借着接下来争取做到几年,做我的这个YouTube视频的机会,能够提高我的中文, 特别是我发现中国的成语是非常的朗朗上口,而且四个字能够包含非常多的信息, 而且更容易让人理解,更容易接受,所以我也是想把这个四大根源尽可能的用一些通俗的成语来给大家解释清楚, 所以废话不多说了,非常感谢各位对我至今为止的支持, 我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会继续努力的,接下来就请您再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我会在这个周末把我的第二个视频关于讲事实部分的给大家上传, 然后下个周前两天我会把我用成语来讲民粹主义的四大根源的这个最后一期的视频传给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大家周末愉快。